华林市长魏嘉贤26日下午是协同了市场所长 等人士前往到了中华市场 来视察日前已经完工的硬体设施改善工程 而市长魏嘉贤表示 在这一次特别将市场区内和其他走道打除 改铺耐磨止滑系数高达70以上的铺面 并新设排水沟的设施 希望能够提供优质的购物环境 让消费者安心采卖 为了改善传统市场过去通风不好 走到湿滑的问题 华林市公所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 或经济部中部办公室 在去年核定555万5千元经费 针对华林市中华及复兴市场 进行硬体设施改善工程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民生必需的 市场对我们来讲是民生必需的一个环境 那过去已经十几年来没有在市场做一个大幅度的地面上面的一个改善 那我们针对这一次不论是排水还有地面的部分 也增加了相关的一个改善部分 那让排水能够更顺畅 那排水勾盖的部分也做了大幅度的改善 不容易让高跟鞋或其他鞋类卡住又无障碍的一个规划 那在里面铺面的部分 我们是防滑系数是达到70以上的一个超过标准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希望来到市场的朋友们都能够很安心很放心的来这边做采买 那在复兴市场的部分 我们也加装了六支的排风扇 那我们希望未来在通透性的部分 那都能够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未来也会持续的来做相关 每一个市场的改善的部分 虽然为期两个多月的施工期间 造成了摊商及采买民众不便 但一等到完工后也得到众人一致好评 老旧的成就的一些水沟 还有一些水沟都已经阻塞了 能够借由这个机会把它变宽 并且加上不锈钢的防尘盖 让鞋子比较细的鞋子高跟鞋之类的 也不容易把它踩进去 也让里面的凹槽都容易冲洗 更好的是做上了这个止滑面之后 可以增加这个防滑的效果 我们市场里面的油污 通常都是比外面环境来得多 那现在加设了这个铺设之后 让这个整个安全环境 还有我们清洗 还有美观方面 做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由于天气依旧是相当炎热 市长威嘉仙也提醒市场所长邱信都 市场内必须多加防范 并没闻的资深 也希望排水设施及地板工程完成改善后 能让消费者感受到市场所 自立于传统市场环境改善的努力 也希望借由硬体设施的改善 营造符合华联乡亲理想的现代化市集 记者 许立晴 欢迎电视报导